這個禮拜五就要圍爐過年 屏東慢慢豬腳一條街 一早早也是出現到拜託的人條 有民眾全天為自己拚下去買豬腳 這點街唸豬腳的手也都不停 因為說一天祭祀就要準備兩千幾的豬腳 另外在自己破煮的菜市場 賣賣我的老店 生理也是這樣搶搶賺 賣這位民眾來買賣做伴手禮 夾借說過年前的夾借是穿到八色 來喔 專程來買 買幾個 10個 買10個 自己吃還要送人嗎 就臨機 反…委託我過來這樣 買三隻 買三隻 是過年要用還是要送人 對 過年要用送人 要吃送人都有啊 台南上手是乾到冬斑斑斐 全天走一串 把豬腳包回去 無關是過年送禮 放才是自己車 變得到晚年就很慶祝 增加應該是差不多五倍 大概多少隻 一天 一天喔 因為我們有宅配量 宅配量差不多就是一兩千隻 再來到家去破煮市場 這間老店邊 肉圈有關微險的 很多種口皮 一條一條都用晶空補充 吃起來是很便利 也很衛生 想吃幾片的 這也有比吃糖果肉圈 年輕時 四十三就是多麵包 民眾快樂圈是越開越多錢 我們看幾個青少人 煙腸 煙腸 豬肉 什麼都好吃 吃起來不會柴 很濕潤 我們每次來都會來這邊風場 過年 整個天 夾仔已經開始做理事點青 筷子肉條 還有紙餅 還有這裡的肉乾 肉鬆 因為都完全沒有漲價 所以都很暢銷 整個冬季的卡布瓦金 市場搶搶滾的冷氣 真正是街頭 明著的氣氛 哈囉 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